前面我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如何设计最优的数据库表结构 如何建立最好的索引 以及如何扩展数据库的查询 这些对于高技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 要获得良好的数据库性能 我们还需要设计合理的数据库查询 如果查询起的很糟糕 即使增加再多的主流存库 表结构设计的再合理 所以再合适 只要查询不能使用到这些东西 也无法实现高技能的查询 所以说查询优化 索引优化 库表结构的优化 需要齐头拼进 一个也不能少 在进行库表结构设计时 我们要考虑到以后的查询 要如何的使用这些表 同样编写sicle语句的时候 我们也要考虑到 如何使用目前已经存在的索引 或是如何增加新的缩引 才能提高查询的性能 想要对存在性能问题的查询进行优化 首先我们应该能够找到这些查询 所以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 如何获取有性能问题的sicle 要想对sicle查询进行优化 那么首先我们要能够知道 哪些查询是有性能问题的 而要获得有性能问题的 需要进行优化的sicle 通常来说我们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个获取存在性能问题 sicle的常见的渠道 是由中单用户反馈给我们 哪些sicle的性能可能是比较差的 需要进行优化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 当应用上线后 或者在测试过程中 由测试人员或者是最终的用户 会反馈给开发人员 某些应用或者是页面 打开的可能比较慢 这时候通常情况下 开发人员会检查 和这个存在性能问题的页面 相关的所有内容 这其中就包括打开这个页面时 所需要查询的数据库的sicle语句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 哪些sicle是可能存在性能问题的 就可以着手对这些sicle进行优化 以提高应用的响应效率 这种获取具有性能问题的sicle的渠道 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了 而且很有针对性 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些sicle 会对哪个应用产生影响 只不过如果使用这种方式来获取 需要优化的sicle相对来说 对于DBA或者开发人员来说 就是比较被动了 只有在发现问题的时候 才能知道哪些sicle存在问题 而对于一个繁忙的系统来说 这些性能问题 应该已经是对系统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至少已经影响到了用户的正常使用 因此这种方式虽然很有针对性 但是使用的越少越好 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在生产环境 正式运行的系统来说 最好可以在用户发现之前 我们就解决掉所有存在性能问题的sicle 所以我们就需要使用下面的两种方式了 那么MySicle作为一款十分流行的 一种开源观型数据库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方便的 获取存在性能问题sicle的途径 那就是利用MySicle的漫查日志 漫查循运日志 同二进去日子一样 是由MySicle服务器层所记录的 也就是说和查询的表 所使用的这个存储引擎是无关的 无论是MySicle表还是Nodd的表 只要符合条件的查询 都会被记录到漫查循运日志中 然后我们通过对漫查循运日志的分析 就可以得出哪些sicle是存在性能问题的 需要我们进行优化 相对来说 使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存在性能问题的sicle 要对等待用户反昏的方式主攻得多 这是因为在大触情况下 因为我们刚上线的时候 数据量和访问量可能并不大 所以就算sicle存在着性能问题 可能也不会被用户所察觉到 而我们却可以通过漫查循运日志 和sicle的执行计划 来发现这种sicle 通而对信息的优化 这样就避免了 由于数据访问量和数据量的增大 以后会产生那种性能问题 对用户正常访问造成的影响 通过漫查循运日志 虽然已经可以发现大部分存在性能的sicle了 但是通常情况下 进行漫查循运日分析了多少还是存在着应用的延迟的 可能有些情况下 我们更希望可以实时的了解到 哪些sicle存在着性能问题 比如当前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压力突增 这时我们需要使用一种方法 能够实时的获取存在性能问题的sicle 以解决当前出现的这种性能问题 对于数据库服务器压力突增 这种情况通常会使得整个网站或者是应用都变得十分缓慢 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指望用户来反馈 具体哪个页面出现的问题 而如果等待漫查循运日志记录后 再进行分析 显然也有点来不及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 这种实时的分析的方式来获取这些产生性能问题的sicle 了解获取性能问题sicle的常用方法 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看 如何通过慢查循运日的方式 以及如何实时的获取这种性能问题的sicle